去年由新北市政府与辖内有线电视业者共同制播的幸福新明报节目 在播出之后获得许多好评 因此今年新北市再度全新企划推出了第二季节目 即将于6月5日在第三频道播出 而在新一季的幸福新明报中将有更多新著名的生活故事 并且还透过了他们第二代的观点来看台湾社会现象 内容相当的丰富有趣 幸福新明报第二季节目在全新企划下即将于6月5号开播 新北市长朱立伦特地亲自出席开播记者会 他表示在新的一季节目中加入了更多生活化及人物记录的内容 希望不只是给新住民朋友收看 也欢迎台湾民众一起观赏 跟第一季最大的不同 它是生活化的介绍 而且很多的新移民的人物 还有新移民的生活 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有趣的一面 同时大家会觉得新移民就是台湾的一部分 那我们同时也欢迎很多新移民收看 也希望台湾的同胞一起来收看 第二季的节目中规划了行脚单元 介绍台湾各地的异国美食和特色据点 另外还有人物记录 要带领大家深入认识新住民在台湾的故事 而在新邻居来敲门的单元中 则是透过新住民第二代的观点 来看台湾社会各种景象 在记者会上也特别邀请了来自澳门的倩载 马来西亚的阿康 以及印尼的蔡新宇 三位年轻的新住民朋友 一起分享他们对台湾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台湾的同学就很喜欢穿假脚脱 假脚脱 不论是逛街 然后上学 回宿舍 然后要不要去逛街 都是穿假脚脱 然后我就想说他们就是 在捷运上 在公司上 就不怕被踩到吗 我觉得台湾人超爱排队的 很爱排队 对 就是之前新闻有一段 就是潮鞋那个风波 就是有踩商人 就是大家都去抢购 然后不管是美食 其实就是个人口味啊 可是大家只要听到媒体传播之后 就去排队 然后有好康就排队 排队排队 就不断的排队 全新一季的幸福新民报 将于6月5号起 每周日晚上8点 在全新北市有线电视 公用频道第三频道播出 对于有线电视业者 能够提供播送平台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感谢 想一想看我们如果 我们到一个新的国家社会当中 我们是不是有属于我们的节目 而有线电视业者提供了 不管来自于越南 泰国 印尼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新移民 大家等于有属于他的节目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平台 有更有趣的单元 更有趣的内容 那我想每一个礼拜天晚上 8点到10点会做首播 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呢 我们也各家会有时间来做重播 敬请大家期待这个节目 由于节目开播首集 适逢端午节即将到来 因此第一节内容 就以东南亚风味纵为主题 要让观众朋友 能认识各国的美食与文化意义 而市长朱立伦 也在记者会现场 和新住民朋友 一起体验包纵 期盼新一季的节目 能够让更多人 看见新住民的多元面向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财导报道